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Rise of the Beast Aloba Mirage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還是承襲這一個系列一貫的風格 那正面有它的一個CG圖 CG圖可以看得出來跟電影預告裡面長的是不太一樣的 Aloba Mirage Rise of the Beast 看到盒子的側面呢這個CG圖是延伸過來看到盒子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載具 那這個載具比較可惜是沒有授權的 另外一面還有個Mirage大頭罩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 說明書 說明書你們都知道的一長條這個不重要就到旁邊去 配件方面有附帶 一個手炮 手炮沒有任何的塗裝就是灰色的塑膠件 那在載具形態之下呢這邊有個小凸 對應它屁股這邊有兩個小洞 看你要插哪一個洞 都可以喔就直接給它兜進去 這武器是外掛式的沒有那麼好 它裡面這邊好像還有一點空間應該可以縮在裡面的縮 這個設計失敗 這款Rise of the Beast的Mirage 也是最新真人電影裡面的主要角色 那在預告中可以看到它大量的出現 電影中使用的車型是Porsche 911 但是玩具並沒有取得授權 那順此一提Mirage在G1它是一台賽車 如果以Porsche的車型我覺得它當Jazz反而還比較適合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車頭 車頭這邊有一個博派的標誌 那車燈呢用的是這種淡藍色的塗裝 看起來質感我覺得不是很好 如果用透明件呢質感會更好一點 中間這邊有這種類似金屬漆的塗裝 玻璃則是用的淡藍色的透明件 那輪胎它是灰色的比較特別一點 側面也有這種類似一點金屬反光的塗裝 那灰色的塑膠看起來廉價感會比較重 膠感比較重一點 那看到載具的後面剎車燈有點綴 那這個保險桿也是有上塗裝 把它翻過來看它的頭就在下面這邊 那這款Mirage在載具型態之下除了沒有授權之外 其實算是一台還不錯的小車 整體機器人的隱藏度也很好 後面也沒什麼空洞完整度蠻高的 缺點來說就是這個灰色的塑膠件我覺得看起來比較廉價 這個系列的玩具都有這個一貫的問題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就拿出同一部電影 同一個系列的Bumblebee出來比較一下官方的乾兒子 不然親兒子 不是乾的喔是親的喔再來是我們的大哥 然後再來是這個Wheel Jack 這個大概是博派所有可以變成車子的成員了吧 我們看一下喔 擺在一起大概是這個感覺 那其實每一款都差不多長 Wheel Jack是最小的最短的 那大哥Mirage以及Bumblebee呢三款則是看起來差不多長 其實在電影裡這些車型應該這個大小是不太正確的 大哥應該再大一點 Bumblebee應該再小一點 麵包車應該再大一點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你們覺得咧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變形過程我個人覺得設計的還是蠻巧妙的喔並不差 那首先呢就是把車頭燈這邊 把它往外兩邊鬆開來 把車頭前面這一塊把它挑出來 這邊把它挑鬆 接下來在側面這邊有一塊小面板 把它打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上面這整塊喔 可以整個的把它抬起來 把它整個弄鬆 抬起來 那腳就是在這個地方把它左右分開來 分開來之後呢把這個整個的把它打開 把後面這一塊把它翻到這個地方 然後輪胎這邊有一個卡扣把這個東西鬆開來 就可以把藍色這一塊往下放 輪胎把它翻轉到這一側 這邊有一個卡扣 然後再把這個車尾這一塊把它扣上去 這裡面有卡扣 那一隻腳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喔 應該是先把這個鬆開啦 這樣順序會更順一點 然後車尾這塊要把它 打開來 然後再把它藍色這一塊放下去 輪胎收進去 然後把車尾這塊蓋上去 把它扣緊 那它一雙腳就完成了 接著把它的腰旋轉180度 然後把它的手 這個關節裡面這個關節把它往上抬 抬到上面去 拳頭翻出來 然後把這個輪胎這邊有個卡扣鬆開來 手整個的往下轉 二頭肌再把它轉到正確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我們可以再看一次喔 這邊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呢就是把它 往下轉 這個東西抬起來 往下轉 然後拳頭轉到正確的位置 背部這一塊呢 這邊做一個折疊 把它收進去 然後再把這塊蓋過來 這邊有卡扣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扣起來 這邊再把它做一個折疊 這裡面也是有卡扣的 把它捏一下 扣緊 最後就是給它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 大 功 告成啦 在變為人形之後 比對電影預告的圖片來說 我個人覺得身體的部份細節刻畫是有還原的 但是這個頭雕是非常不還原 原因可能就出在於玩具跟電影是同時進行的 那電影經過的修改玩具已經來不及修改就生產出來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就是最不像的一個地方喔 其實只要頭雕對了至少就對八成了 那這個頭雕是帶著面罩的版本 不知道它在電影裡面會不會出現這種戰鬥版本 如果有的話那其實這個頭雕就是還原的了 然後看到胸口它細節刻畫算是還OK的 然後有藍色的金屬七點綴 但是就是這個灰色的塑膠件看起來膠感比較重 那一些細節我稍微比對了一下喔 其實都還算蠻還原的 那看到下半身呢這邊都是有做些細節刻畫的 如果可以再加一些塗裝我覺得會更好啦 那看到人物的後面呢看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背包就是摺疊收納在這個地方 可動性方面 頭可以稍微上下一點點然後360度沒有問題 肩膀這塊東西其實它沒有一定的擺放位置 但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它會有一點點卡住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擺這個樣子 那裡面是一個球型關節360度沒有問題 手臂平舉可以抬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手肘彎曲大概是90度 拳頭不能旋轉只有一個變形的關節 腰是有腰轉的 腳往前踢可以踢到這麼高 往後往外活動幅度大概是這個樣子 膝蓋彎曲的話它是有卡頓感的 一格兩格大概90度 那腳底它居然是沒有接地關節的 這個系列的好像都沒什麼接地關節喔 那這款Mirage在人形之下第一個頭雕不對 感覺不像預告你的樣子 那身體的其它細節刻畫其實是還蠻還原的我有稍微比對一下 塗裝來說比較少然後膠感比較重 再來就是腳部這個關節我覺得有一點點偏鬆 如果可以再緊一點的話會更好一點 它所附帶的武器這個每個變形金剛都是愛打手炮的喔 每個人都有一個手炮 所以它也要有一個手炮 那這個手炮呢是直接這樣子凸跟洞安裝進去的 裝上這個手炮呢它就可以安心的去打手炮了 哎我來打手炮了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這個Bumblebee Bumblebee拿出來 然後再來是這個Wheel Jack Wheel Jack Wheel Jack我覺得算是比較好的一款喔 順子一停Wheel Jack之前我的胸口有變錯 這兩個地方呢可以再抬起來不是抬那麼高 這兩塊胸口這個地方可以再抬起來讓這個皮帶升到這個裡面去 增加它的立體層次感這一點我覺得是蠻棒的 那是有人留言跟我講提醒我的感謝你們的補充喔 然後我們的RC 我們的可愛的小女主角 再來就是我們的大哥 永遠的大哥 大哥之中的大哥 Optimus Prime 這個就是基本上博派的陣容了 我們把它稍微擺好一點 擺好一點 那各位覺得這個比例如何 人型來說呢這個比例好像是還OK的吧 只有這個RC不是在同一個系列裡面 其他的這四款呢都是這個電影系的玩具 這款Rise of the Beast的Mirage 整體給我的感覺是它質感沒有做到然後廉價感比較重 車型沒有取得授權 人型的頭雕好像也不太對 但是這個要等電影上映才會明確的知道 那變形過程我覺得還算巧妙也算好玩 車子除了沒有授權之外也是一台還不錯的小車 之後Studio Series也會再推出同一款角色 那那一款的車型好像就有授權了 要選哪一款就可以看各位自己來取捨 那這一款我個人不會到很推 但是如果你想把角色湊齊的話呢還是可以收的啦 那今天這款Mirage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 下次 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 Prime 我們是自動物體的自動物體 由於Cybertron